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晶片历来是一个周期性行业,容易出现剧烈的繁荣和萧条。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,新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应该会使未来的衰退期不像过去那么动荡。 曾经下载一部电影,需要等待一个多小时。 如今,最新的晶片可以在一秒钟内传输相当于160多部全高清影片的数据。 而高频宽记忆体HBM正是这种快如闪电的资料传输背后的技术。 人工智慧AI晶片行业对HBM有了新的认识。 然而,HBM在2013年首次推出时,分析师曾一度认为它不可能具有商业可行性。 美国晶片设计公司辉达和AMD正在为这项先进技术注入新的活力。 如今,它已成为所有人工智慧晶片的关键组成部分。 对于人工智慧晶片制造商来说,最紧迫的问题是,随着企业基于扩建数据中心和开发大型语言模型、LLM等人工智慧系统,对更多处理能力和频宽的需求不断增长。 同时,数据量巨大的生成是人工智慧应用,正在挑战传统存储晶片所能提供的效能极限。 更快的数据处理速度和传输速率需要更多的晶片。 这些晶片需要占用更多的物理空间,消耗更多的电能。 迄今为止,传统的安装方式是将晶片并排放置在一个平面上,然后通过布线和保险丝连接起来。 这样的结果往往是晶片越多,通讯速度越慢,功耗越高。 HBM颠覆了晶片行业数十年来的传统,即将多层晶片堆叠在一起,并使用尖端元件,包括比一张纸还薄的微小电路板,将晶片以三维形状更紧密地封装在一起。 这种改进对人工智慧晶片制造商来说至关重要。 因为晶片之间的距离越近,能耗越低,HBM的能耗比传统结构低约四分之三。 研究还表明,HBM还能提供高达五倍的频宽,而且占用空间更小,不到现有产品的一半。 AMD和韩国晶片制造商SK海力士早在15年前就开始研究HBM,当时高效能晶片主要用于游戏领域。 但当时,有人对效能提升是否值得增加成本,持怀疑态度。 与传统晶片相比,HBM使用了更多的元件,其中许多都是复杂而难以制造的。 到2015年,即推出HBM两年后,分析师预计HBM将沦为小众产品,因为对于大众市场而言,其成本似乎过高。 时至今日,HBM的成本依然高昂,至少是标准记忆体晶片的五倍,但HBM切入的人工智慧晶片也价格不菲。 与十年前相比,现在的科技巨头在先进晶片上的预算要多得多。 目前,只有SK海力士一家公司能够大规模生产第三代HBM产品,也就是最新人工智慧晶片中使用的产品。 根据咨询公司Trendforce的数据,SK海力士占据了全球HBM市场份额的50%,而其余市场则被三星和美光占据。 三星和美光生产上一代HBM,并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发布最新版本。 它们将从这种高利润产品和快速增长的需求中获得暴利。 2023年6月,Trendforce预测2023年,全球对HBM的需求将增长60%。 2024年,人工智慧晶片大战将进一步推动这一增长。 AMD刚刚推出了一款新产品,希望与挥达抗衡。 全球市场供不应求,再加上人们对价格更低廉的挥达产品需求旺盛,这意味着能够提供规格相当晶片的企业将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利润。 但是,挥动挥达的关键不仅在于物理晶片本身,还在于其软体生态系统,其中包括流行的开发工具和编程模型。 要想复制这一点,需要数年时间。 这就是为什么硬体,以及每块新晶片中的HBM数量,对挥达的竞争者来说变得更加重要。 通过使用升级的HBM来提高记忆体容量,是短期内获得竞争力的少数方法之一。 比如,AMD最新的MI300加速器使用了8个HBM,比挥达产品的5或6个要多。 作为战略重点,微软计划在2024年采购大量挥达的尖端B100GPU,而不是之前采购的H100。 在此之前,AMD最新的一份报告显示,微软将在2023年采购15万个H100GPU,这一数字超过了谷歌、亚马逊、甲骨文和腾讯等重量级公司。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最新报告,微软计划将其2024年H100芯片订单的一部分转移到B100上。 随着大模型领域的竞争加剧,运算能力正成为一个关键因素。 确保最新一代高规格AiGPU的安全已成为企业的首要任务。 据报道,为了保持领先地位,微软已经提前订购了挥达即将推出的B100,该GPU或降于2024年上市。 报告显示,微软可能会将其配置H100模块的12万台,AI伺服器初始订单减少到8万台,并将部分订单转向B100芯片,预计将于2024年第四季度发货。 虽然有关B100产品和架构设计的细节仍然很少,但汇达的产品路线图显示,该晶片将采用更高容量的记忆体设计,以提高数据吞吐量。 摩根·施丹利的报告还强调了B100的运算能力,估计至少是H100的两倍,使其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,尽管价格高出50%至60%。 市场分析人士预计,汇达的下一代B100架构可能会采用台积电4nm工艺,将整合两个GPU晶片和8个HBM模块。 该报告还预计,在B100需求不断增长的推动下,先进封装CoreOS的需求将大幅增长。 值得注意的是,微软将从2024年第二季度开始多元化其GPU采购,除了辉达的订单外,还将纳入AMD MI300X的订单。 微软CTO Kevin Scott此前曾预计,未来几年,AMD的高阶人工智慧GPU将在市场上占据重要地位。 随着投资者对人工智慧的兴趣压倒了对2023年美国加息影响的担忧, 全球最有价值的科技公司推动纳斯达克100指数创下十多年来最好的一年。 据报道称,没有哪家公司能像辉达那样体现出对人工智慧的热情,并真正兑现相关承诺。 迄今为止,该公司230%的涨幅使其成为纳斯达克100指数和标准托尔500指数中表现最好的股票。 尽管关于徽达的股价是太贵还是太便宜,仍存在很多争论。 但可以肯定的是,华尔街分析师认为,推动徽达股价上涨的史无前例的利润飙升不会结束。 目前,该公司预计未来12个月将实现约480亿美元的利润,远高于年初约100亿美元的预期。 目前,七大科技和互联网相关股票,包括苹果、微软、Alphabet、亚马逊、辉达、Meta和特斯拉, 他们11月份在标准托尔500指数中的总权重达到创纪录的29%。 投资者蜂拥而至,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,由于其庞大的规模和财务实力最有能力必用人工智慧。 2023年以来,该群体占基准指数23%涨幅的约三分之二。 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显示,纳斯达克100指数的适应率约为未来12个月预期利润的25倍。 虽然,这比2020年30倍的峰值有所下降,但高于过去20年,平均19倍的水平。 事实证明,今年大部分时间里,利率的逐步攀升并没有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,对该行业构成威胁。 同时,尽管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保持在4%以上,但纳斯达克100指数继续上涨。 这是因为科技企业裁员数万人并控制支出后,其利润上升,推动了股市的走强。 有迹象显示,美联储已经结束了其历史性的政策收紧行动,这使得科技股近期继续走高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